提问 发姐真的住在汤城一品吗 我们又真的住汤城一品 怎么看老娘这么久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默契呢 你不会一会儿就举报我什么摆拍吧 什么剧本剪辑 不是人事 就开开玩笑吗 不是 你现在我们自媒体 现在高贵行业 你说什么人事 我一听 他如果说你是打造虚假人事 一会儿就又出事 我们就开玩笑 汤城一品是非常昂贵的 楼盘 说实在的 我说个夸张一点的 我从18年干到现在 就是中间不需要去沉淀 我一干到现在 我不见得买得起 understand 更别说 我还一直在休息呢 搞不好就是归零 归零归零归零 谁知道 那就化作什么 很开心又活了一天 每个账号都是 真开心又活了一天 有这种心态 比较有利于身体身心健康 没关系 又活了一天 已经很厉害了 上海房价跌了吗 跌了百分之二三十吧 汤城一品的月租六位嘛 也不一定都是六位吧 他有些可能五位数 大五位 我觉得五万左右 应该也能租到 五万以下 四万可能也有 三万以下应该没有 我觉得哈 虽然我也没有去看过 我都没有去 那个汤城一品看过 就是说 没有去那边楼盘看过 我怕人家要我验子 比如说人家说 哎呀 陈小姐 请问那个 你车停哪啊 我说我打车来的 哦 我们这里不接待 打车的客户哈 话说PDD 是不是住汤城一品 他的那套房子 他自己说 就是每个月十万 PDD不是汤城一品 我感觉PDD 可能是绿城什么 才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不像 PDD那个 我也不怕得罪他 PDD那个房子 装修开始挺土的 不像是摊车一品 那个客厅装修得很浮夸 当年他的那个客厅 就是很多 现在的高端楼盘 他是统一装修的嘛 发姐如何评价 小团团事件呢 哎呀 我觉得去说那个 小团团的事情 也蛮那个的 没必要 我感觉就是 这几年 不管谁出事了 全部都在 幸在落户 真的没必要 我感觉就是 以前好像 风评楼挺好的 人缘也挺好的 博主啊 主播啊 或者说明星啊 一出了什么风波 全部都是叫好的 欢呼的 开香槟的 不知道这个世界 肿目了 可能大家都喜欢 看菜市口 杀人头吧 我不太了解 他们的情况啊 我都是从新闻上 看到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这种 谁出事都叫好的 这种氛围 让人很害怕 就是有些人 可能自己过得不太好啊 就渴望着洗牌 就比他过得好的人倒霉 他就觉得自己 获得了一些安慰 好 你看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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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 我走 哎呦 动物表演时间 这边这边 这边傻包 哎呀哎呀 别别按到我键盘 给我按到了停止录像 哎呀 真真把屏幕挡完了 下来好吗 下来这边来 这边来 抱纹皮 蓝球 嘿 好好好厉害了 抓到了抓到了 小的这个去哪了 这个小猪咪